所以大家也说这个蓝白真的是不信邪吗 今天继续在积这些年轻人 说什么呢 这些都是民进党出的钱 让这些年轻人包吃包喝台北日游 还说民进党就是用八年的贪污资源 花了这些钱 真的吗 我们先来听一下傅昆琪怎么说 看到一个执政者 因为权力使而浮化 到今天还盲目的用国家的资源 来推动所谓的群众运动 威胁国会 我们再次的请教赖总统 您发动了这么多的群众 据警方表示 15500人在上个礼拜 在立法院的周边 您所发动的群众 我们确实在现场 看到有这么多这么多 这么多的包吃包喝包游包玩 台北日游 全部由民进党出钱 试问一下 请问民进党的财源从哪里来的 当时标榜青年赤脚的民进党 现在富可敌国 过去八年有多少的弊案 现在确实用八年的贪污的资源 确实推动了这些人来 而且是包吃包喝包玩 台北国会日游 我们真的为民进党过去的先前先列 感到遗憾以及不值 傅宽奇说这十万人都是民进党花钱来 让他们吃喝玩乐的 还随便台北日游 真的吗 好我们请教一下 这个公民团体的副秘书长贯泽 贯泽因为我那一天有去 礼拜五的时候有去 我知道这公民团体 好像有将近几十个团体 上百个团体 真的如傅宽奇所讲的吗 都是民进党花钱的吗 副委员轻视了台湾公民社会的主体性 这些团体平常靠的都是民间的募款 而且在21号当天 其实第一个率先来抛出说 要提供物资的是邻近的济南教会 说提供一百份的餐点 后来他们发现人数更多 主张说再加到一千份 这是台湾公民社会的力量 与哪一个政党完全没有关系 我们在现场开放民众登记发言 上来非常多的群众就说 他本来是支持民众党的 但是这一次看到这样子民众党消极的 甚至积极的配合 蓝营往前冲这些扩权法案 他们后悔了 他们上来说 应该要就事论事 所以反而很多都是小草是不是 他们自己跑出来的 当天现场是 两天的集会都看到非常多穿制服的学生 大家在过去选举的时候笑说 年轻人现在都支持民众党 但是其实我们认为 年轻人是支持对的事情是支持我们的民主 我们再次强调 集会的群众绝对不是出来挺民进党 不是出来声援民进党 我们是出来声援台湾的民主 好但是我有听到说 因为像网路上有人带风向说 啊528不要去啦 反正也不会怎么样啊 也不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啊 你怎么看 其实无论28号的结果如何 我们其实都已经在台湾历史上 民主化的过程又写下一笔 记录下了一个国会滥权 蓝白明明是在野党 那大家是期待他们制衡监督执政党 但是却是用这种扩选法案 不好好讨论的方式 然后开议三个月就要快速的通过这些 就是这些争议很高的法案 那台湾的民主绝对会记下这一笔 所以无论人数如何 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 好所以请教一下 冠哲您今年几岁啊 我26岁 才26岁而已哦 那你听到复婚旗这样讲 你会不会觉得 现在蓝白都用积的哦 积说你们不到三万人啊 什么你们只有八千人 就第一天积出了三万人 现在积说你们是来台北日游的 那一天真的只有一万五千人吗 我们用一个比较就知道 519民众党也有一个集会嘛 其实大家看 从绍兴北到林申南 短短这几百公尺的路 民众党喊了八千人啦 但我们要知道 21号24号的集会 是青岛东济南路中山南 甚至扩延到中校东路 扩延到徐州路 到北车各个捷运站出来的路 的路口路线上都有人潮 这样的人数绝对不止一万五千人 所以我们第一天喊三万 第二天喊十万 我们认为是现场是有 去这个统计计算过的 所以你觉得傅宽奇这样讲 会不会集出更多人在明天啊 傅宽奇委员从以前到现在 我对他的认识就是一个 不在乎民意的一个政治人物 我过去其实在花莲念书 我曾经以年轻代表的身份 邀请他在花莲当地 选举的时候做辩论 那他从来没有回应过 我们的邀请 所以我们觉得说 他就是在他的位置上 从来没有想要跟社会对话过 也无视民主社会的力量 其实这是让人家感到很遗憾的 所以请教一下范老师 因为看起来这个 傅宽奇今天讲这些话 可能会让很多人更加生气 他今天怎么讲呢 他说他要请教赖总统 您发动这么多的群众 据警方表示一万五千人 在上礼拜五看到立法院周边 您所发动的群众 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么多 这么多这么多 包吃包喝包油包玩 台北日油全部都是由民众 我本来以为明天可能气势会弱一点 感谢傅宽奇 把整个气势又吵起来了 我们不敢跟礼拜五比 礼拜五我也有到现场 我是晚上十点 结束录影 我本来很担心 我说到了那个 因为晚上那车公司很少 那湖 那我想说我到那边到十一点 可能没有什么人了 就我去了捷运 我从散岛市站出 的确很多人要离开 但是也有更多人要进去 对 所以我从散岛市站 一直走到火车站 我只能讲四个字叫寸步难行 而且我看到的都是年轻人 我觉得傅宽奇是这样 你看到这么多人上街头 你不检讨你国民党就算了 你不检讨你们的 整个这次在立法院 要横踩入站 入罩这样的一个政策 强迫反案 黑箱捉就算了 你还在戏弄这些人群 你还在数落这些群众 你还在笑这些年轻人 你们是拿民进党的好处 你们是住免钱的 玩免钱的 我必须要讲 这样的傲慢 这样的态度 当然你傅宽奇你在花莲 你永远不用担心被罢免 因为花莲本来就蓝大于绿 可是叶元芝现在就蛮担心的 叶元芝蛮担心的 继王国桑之后 被列为头号敌人的第二个 头号敌人 对没有错 叶元芝 所以我觉得叶元芝上次 他是拿到78134票 也只赢了罗智正 75600票 只赢了3000多票 所以说叶元芝现在是 他是排名第二 第一名是桃园的图权级 因为他上次只赢了 对手王世杰 只赢了不到 大概只赢了1000多票 所以说变成说 现在这两位 第一名跟第二名 现在是围在旦夕 因为我觉得现在 我必须要讲 明天到底多少人 我也不在乎了 我们现在是看下一波 就罢免 干脆把这两个人罢免掉 再补两个民进党进来 那国民党就不会是 立法院的最大党 就变成民进党 因为民进党 现在只输国民党一席 我们罢掉国民党两席 再选上两席 那加起来的话 那民进党还倒赢 国民党四席 所以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 现在重点不在明天 但是我觉得 傅国家讲这种话 去屈辱这些群众 我觉得会适得其反 只会让更多的民众 明天涌出来 我不敢说会比礼拜五多 但是跟上礼拜二来讲的话 应该是不相上下 那最大的工程就是傅昆起 而且傅昆起的指控 完全没有理由 你看上礼拜五 我看到很多是国中生 很多是高中生 我还看到是台南女中的学生 坐车上来 你问你他怎么动员 所以就像说当初2018年 韩国瑜的现象 对不对 当初有很多的韩粉 从北中南到高雄去 三三教肇事 民进党也没有说 那是国民党动员的 那就是真诚的 你看那些韩粉 在高铁上唱歌 唱夜席 在高雄的捷运上 在那边欢欣鼓舞 那是自动自发的 就像上礼拜二到礼拜五 一样都是自己 可以说是完全是自己出来的 绝对是不可能有政党动员 我不想讲这里面的那些年轻人 很多人我认为他们这次总统大选 都不是投赖青 甚至很多是投柯文哲的 你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就知道了 所以用这种方式去侮辱他们 我觉得傅昆奇会是适得其反 反而是激怒这些年轻时代 那我看到就是说 根据美丽岛电子报的最新的民调 国民党的好感度是剩下32.9% 跟上个月比减少了3% 3%是误差范围以外 反感度是57.3% 跟上个月比是增加了7.6% 所以国民党的反感度高于好感度25% 这很严重的事情 我今天如果是朱宇仁 我睡不着觉 我们在立法院这样抗争 这样子跟民进党 那么多的民众来反弹 如果我是国民党的人 我会吓死了 我心想 对啊 当然吓死了 我还嗆瞎 还敢嗆瞎 所以我觉得傅昆奇真的是票房毒药 没有错 票房毒药 你自己在花莲 你稳如泰山 可是你整个国民党的倾向是往下降 我觉得如果朱立伦还不制止傅昆奇 你们就跟傅昆奇一起绑在一起 坠入悬崖当中 我觉得这是国民党目前的变态点 所以请教小平哥 这大家都不要选了是不是 国民党大家都不要选了是不是 你看不止一个傅昆奇 现在蔡政人说 你看礼拜五的人就是跑出来鬼叫吃零食 你们就是臭熟乱 然后蔡政人说 怎么可能10万人 这个鬼才看得见 你们里面有很多的人 想要拉垮国民党是不是 应该这样讲 当然那个时候下午是1万6 那最多的时候会好几万 也没有到10万 可是就让他吹牛 跟巨线报 要是1万5千人 谁都会报多 像我认为说 客户人理厂就是4千就报8千 反正就是群众运动 大家也常常经历的习以为常的 第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取法忽忠了 如果从头来过的话 然后我认为监督跟这个 以及追查弊案 这个东西是必须做的 那可在审查的过程里面 能够多一点开放透明 就是让老科都无话可说 就是面子做主给你 因为再也 你执政 行政权你是再吵 再也是民进党他人少 对不对 我们是再吵 就是我们 但是你知道吗 我现在听到很多 就是国民党的议员跟立委声音不一样 立委又说 对啊 我们就是要这样 我们就是要过啊 当年民进党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 但现在议员不一样哦 急什么急呢 大家为什么要急呢 因为要选举了压力 那是罗智政出事了嘛 我认为罗智政可能赢个三五千 出事以后就输了三千 因为还是有出发状况 就投票前几天发生事情嘛 然后我认为是这样子 就是取法忽众的概念是说 在中间游离的时候 最后的陆军的动员跟社会的形象 就是还是要放中间 台湾是个富而好以的社会 但你都这样讲 问是你们总之后听不进去哦 我觉得他这几次不停的在push 在刺激民众耶 就是应该哦 我觉得我不晓得为什么 韩国瑜本来看起来是 可以缓一缓 那可以谈一谈 可是后来韩国瑜 也是跟着整个党团走 有没有 本来看起来 你看韩国瑜的那个表情 你看韩国瑜主持的议事 我们整个看那个整个方向 我觉得韩国瑜对党团的掌握 第一个他这个人很客气很本分 他没有伸手进去 可是韩国瑜他是院长 他的票也最多 他是立法院 所有投票给立法院的最大公元数 是韩国瑜不是傅宫起 我先讲 他票多嘛 韩粉多嘛 而且他形象一直往中间走 好感度有六成耶 其实这是很珍贵的资产 对韩来讲 韩国瑜最后还是跟着党团走 并没有缓一缓 当然缓一些 可能没有缓到 没有缓到说 让外面的人会聚集 你知道我的大概念 这个方向这样讲 我的看法这样子 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